青衣長康村康美樓Y2型公屋 早前出現兩宗新冠狀病毒的確診個案 單位入面的排氣管涉嫌改裝漏氣 令到大家擔心病毒會不會由排氣管傳播 今次就請來裝修顧問解答一下 究竟排氣管的作用 和怎樣檢查家裡的排氣管有沒有受損呢 排氣管的作用就是平衡氣壓 它可以防止樓下單位裡面的隔氣 就是因為這個紅吸作用而抽走水 亦都防止了因為這樣 而那些細菌是可以跟隨著這個空氣進入屋裡 坊間裡面有很多很專業的說法 包括就是說當樓上那個污水渠 如果排出了達到某一個特定水平的水量的時候 就會引致樓下單位一些分支的渠 裡面會出現負氣壓 這樣就會產生了這個紅吸作用 即是樓下單位的分支渠管出現了負氣壓 足以抽走單位的衛生設施 隔氣灣管裡面的水風 其實最簡單告訴大家的就是 如果大家金魚乾要換水的時候 就會利用到紅吸作用 利用一條管 將一個魚乾的水去到一個桶裡 當這個情況出現在我們剛才所說的時候 就是樓上排水的時候 就會將樓下分支渠裡的一些隔氣水去抽走 其實排氣管在建築物條例之下是必須的 所以有的話它就可以反這個紅吸作用 會保持你那個廁所裡面的室內衛生 但是近年因為很多人都貪美 將座廁靠長 就剪掉那條排氣管 這樣其實是不合理的 其實一直在說 這個隔氣它最主要的功效 就是去阻止那些帶有細菌的空氣進入屋裡面 其實有一樣東西也可以提提大家的 近年有些品牌 其實那個沖水方式叫做Double Vortex 它比起傳統那些直沖式的馬桶 其實是更加少會彈到污水上來的 這樣其實可以有效減低這些細菌 進入你的廁所裡面的 其實排氣管安裝在室內 並不是Y2型的屋苑特有 其實排氣管安裝在室內 這次為什麼會特意討論Y2型呢 只不過這件事發生在青衣長康村上面 其實在早期香港所設計的公屋 或者居屋 包括泰和村、華府村等等 它們的排氣管都是在室內 如果你發現家裡的排氣管已經截斷了 而又沒有辦法儘快叫師傅來和你接駁的話 多點留意一下以下兩個情況 第一就是會不會經常都有臭味 第二就是聽到樓上沖水的時候 看看你座廁裡面的水壓 會不會很不正常地上下動動 如果兩個都有的話 我就建議你真的盡快找師傅來處理 Andy 說萬一發現有臭味 可以先用玻璃膠或者油灰封好渠的折駁位 先防止臭味繼續散播 再找合資格的師傅維修 最後提提大家 每星期倒大約半公升的清水入去U型格氣 還有記得蓋好刺板才充斥 大家做好家居和個人清潔 一起對抗疫症 我們下期見